各位觀眾大家好 不適合說到對其實我已經不知做第幾集 我也是學Bruce這樣介紹的 今天很開心身邊請到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師 韓廉山老師 講一下自己的東西 當年我也教過書 教過兩年書 你說也行這一輯 不是的 最敬重韓老師是甚麼 其實韓老師三十多年來都是從事老師的工作 教中學 現在也是教高中 他最獨特的經驗就是他幾十年來都是教 當年叫Bang5 我也試過教小學 曾經教過小學 也都教過村校 男女校 男校 順男校 順女校 全部都教過 退休之前是比較差 最敬重韓老師的地方是他不放棄 而且看他跟學生關係非常好 如果大家有上臉書就知道 他跟學生好朋友 這一個經營私生關係其實很難 當然你有甚麼特別的東西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私生關係是一個最重要的 每個老師要掌握的先決條件 如果你不能夠掌握到良好的私生關係 跟學生建立一個大家有儀的情況 關係 你是很難做到你教學工作 尤其是在這些我們所說的 Bang5 比較低的學校 同學們是比較上成績是稍順的 或者是學習動機又稍低的情況之下 你沒有一個良好的私生關係 你是站不住的 其實以你所了解 因為我也是教學生的 那類學生 不過那間Bang5 會好你一點 其實是同一區的 同一區 Bang5 會好你 丁丁的 其實以你的認識就是 那些學生 通常為何會好像所謂淪落到這樣的 其實有甚麼原因 以及我們通常是怎樣去幫助他們 那就是要追溯我們香港的教育制度 香港的教育制度在他們小學的時候 就憑他們小學的小五、小六的成績 把小朋友分為三個級別 Bang1、Bang2、Bang3 因應這三個級別 而將他們升上去不同的中學 對這班同學都很有深刻的認識 即是說這班同學是由小學 小學已經分為了 即是說我們這類的中學 其實由第一次開始 就已經是要這樣做 已經是預料教這類的 但教育局有沒有額外的資源 難教很多 都是考過課程 都有的 即是他在某個程度上 都給一些支援 譬如他當年也有一些特別批比成績手信 即Bang2、Bang10 那些學生的學校 是多一些的資源 即是請多個教師 現在最近的 譬如你那些需要特殊教育的小朋友 都融入了主流學校 而他因應你學校這類特殊需要的學生的數目 亦都提供多些教師 多些是 多些即是多些都不夠用 沒錯 多些都不夠用 這是重點 即是我們不可以說他沒有 他在這麼多的批評 這麼多的壓力之下 他多多少少都要提供多些資源 即是明明要請多十個先生 是的 他給多半個 其實在這類學校裏面的那些老師 真是辛苦經營 辛苦經營 即是面對著一班學習動機 掃低 成績掃順 還有家庭有很多不同的背景 家裏有缺乏照料 很多是單親家庭 而很多是領助縱援的家庭 都是主要是這班同學 但是這班同學我們就要用特別的方法 其實我相信韓Sir所說的 不是說來自縱門家庭一定有問題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每一個人的成長當中 其實都有些很基本的需要 如果那些需要得不到滿足的話 尤其是他跟家人的關係 或是朋友 或是日常生活的成功感 可能做功課也不合格 六年小學也不合格 其實他那個人的成長 其實是充滿了千瘡百孔 是的 他的起步點已經被別人落後了 另外他譬如說 即使是家裏的設施 譬如要有電腦 要上網 要付錢去貨外活動 譬如說去哪裏交郵 海人公園不用 海人公園也要付錢 對 糟糕了 即是不用只養他 另外別人就去英美讀一些 游學 你去哪裏賺這麼多錢 他去鹹丫島 他去哪裏賺這麼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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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些小朋友 真的這麼大個 未出過中環 譬如他住我們那區 他是去到我們學校 中一問他 知不知道中環在哪裏 他未去過中環 即是他成長就在他那裏 所以這班同學是起步點 已經是被人相信的 於是再加上種種的原因 支援不足 學校用了很多時間去處理他的紀律 在教學方面有時又配合得不充分 甚至其實我有些經驗 為何那個小孩和小女兒 常常出去逃跑 家裏天天吵架 當然要離開 他寧願出街 天天父母見到他吵 或者父母兩個在吵 或者父母去吵家姐 他扮滿也沒用 他關上房間 沒有房間 當然沒有房間 住公屋那些 可能是鞋架床 他有鞋架床的上層已經很開心 有東西遮一遮 鞋架床的上層可以自己擺自己的電腦仔 都已經很好 所以他們那個環境 根本上就比起其他所謂社會上層的學生 好像成績好些 或者所謂乖些的學生 所以他們要加倍努力 一來他們要加倍努力 老師要加倍努力 才可以希望教到他們成才 教到他們即使進不到大學 都是出來做一個正正當當 堂堂正正的人 有信心做一個人 有信心 面對天地 有誠信 同時不會說好像現在的高官 那些毫無誠信 亂說謊 道德層次低成這樣的高官 我們就不會的 我記得我很崇拜的一個英國的教育家 叫做A.S.Neill 他創辦了一間叫做霞山的學校 他說了一句話 我寧願教出一個誠實的青道夫 也不願意教出一個雪方的首相 雪方的特首 雪方的警隊隊首長 很多人 但我寧願教出一個誠實的青道夫 我寧願教出一個有誠信的的士司機 那間學校很有名 夏先生 在英國的實驗學校 但後來證明了很成功 專門收一些行為差異的學生 他課程還是不一樣 其實課程是和政府掛勾的 因為他始終希望這班 搞法不同 他主要是很有趣的 他讓小朋友喜歡上課來 不喜歡上課去玩 這樣也可以嗎 可以的 他是技術校 那些小朋友玩玩玩玩 你玩到厭了 你來上課 他的想法是怎樣 為何可以容許他這樣做 他的想法是學小朋友 年輕人受到太多的束縛 受到傳統教育下的價值 不同的對他的壓迫 覺得那些小朋友已經是厭惡學習 所以入到下山 他很多小朋友真的不上課 玩玩玩玩 學校有他玩 有最差的 不是曾有公器無益嗎 最差的紀錄是有個小朋友玩足三年 玩足三年 都不上課 考成怎樣 到最後他都回到上課 回到上課 他到最後都入到大學 嘩 入到大學 入到大學 他照考英國的公開試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 他就是把這班小朋友的 內心壓力釋放了 讓他們不厭惡上課 你玩吧 你喜歡玩 你到時候都覺得 我是玩久了 其實會不會甚至 他們玩的過程當中 其實已經有一個價值的取捨 就是說我今天選擇去玩 或者今天選擇去玩這件事 其實都是對自己負責 到有一天 但是我覺得就是 玩完了 或者在玩的過程當中 要學就學了 我又想想回 不如我去課室那裏 學我想學的東西 下山的理念就是自由會解決所有問題 自由是讓年輕人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生活 我有我的自由 但是我到了要決定自己的將來的時候 他亦都需要負上責任 就是由他自己負責 這是很重要的 由他自己負責 香港年輕人為何有這麼多問題 就是由小孩都不是他選擇 不是他選擇 他又覺得就是 不是我選擇的 這件事 是的 我沒有選擇 出生也沒有選擇 父母也沒有選擇 家人也沒有選擇 還有他要選擇那條路好死的 即是明知只有18%的入到大學 另外那八成人 我沒有看過大學那裏 於是他便被迫在學校受教育這段期間 他便宴護學習 他根本看不到他的前景 他亦都沒有他的自由去選擇 而不讀 下山就不是 甚至是說如果是香港的同學 他真的那些智趣不是計算什麼事 是的 不是計算什麼事 但他可能喜歡其他東西 他當他想選擇那些東西的時候 他不能選擇 不能選擇 家人會給壓力 先生會給壓力 即是一般的學校 下山都可以選擇 他喜歡畫畫 他喜歡走藝術的面 或者喜歡音樂 廚師也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照樣他去選擇 選擇他想做的將來的職業 於是小朋友覺得自己有 他需要為自己的生活 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所以那是一個很成功的構想 當年教你的學生的時候 高足的時候 都會不會勉勵多些 香港制度所限 很多時候他們被遺忘的群 會不會勉勵他 其實全香港很多人都需要 每一個地方都需要 廚師 每一個地方都需要 每一個地方都需要 木工 都需要人裝修 會不會勉勵他們 找自己的自趣 我會鼓勵的 我通常鼓勵 因為有些家 不過也要說服家長 家長 家長 怎樣都有一個希望 希望就是 都要讓他們試試 升大學的希望 其實我們教師是最清楚 在這個制度之下 他進入大學的機會 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我們就會 開不同的路給他 譬如可以讀某些職業的課程 建造業 去讀酒店管理 去讀整餅 我們試過整餅 整餅 低餅和中式餅 展法 都試過提供一些這樣的課程 但現在三三四又不行 三三四又 下次再說 對著那一類同學 因為很簡單 學術的東西 不是每個同學 喜歡坐定定 和你計算好那條數 不同性格 不同性格 但是香港的課程 很死亡 很單一 就是完全個個都為製造 那十八百百百百的製造 而去做教育 然後就是其他的人 就糟糕了 真的很糟糕 如何幫助那八成進不了大學的年輕人 你這群年輕人將來都在社會上要立足 但你那個教育制度是沒有給他們一個出路 或者沒有給他們一個可以令他們安心的出路 只是說有這個有那個 但是每一條路都會失去 很厲害的 像Ivy那些招心那些 箭嘴點指都有的 他說好像總之你到最後都入到大學 箭嘴指到你 講到我讀完港大想回去讀 即是講大話那樣 不如再講講其他教育那些傻的事 你教了幾十年 你教英文是嗎 我教英文是 我教了幾十年的話 但是去到最後那幾年 即是臨美鄉 臨美鄉 臨美鄉有些奇怪的事情 教了甚麼教育 即是二千年他們出了一個叫做基準士政策 即是明明是教得好好的的老師 都要他們去考試 要他們讀課程 即是說要達標 其實那個原意又不是太差的 即是我們都知道教師當然要進修 要提升自己的水平 但是你用一個政策去迫白教師 那個不單止令教師壓力大 根本就抹黑了教師 即是好像被公眾看到 他們說你們這些教師不行 原來教了幾十年 原來不行 不合格 不合格 教了幾十年 誤盡蒼生 這樣搞法真的是 因為他那個基準士 整天公佈合格 那個考試其實不是全部教師去考 很多是非教師去考 有些是街外人去考 又報名 街外人報名 或者教科技的人去報名 在教物理和化學的人去報名 那些人不是 溝淡了 溝淡了 於是他們就說原來 只有七成合格 在那裡嗎 三成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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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大謊 但是三成合格一定是教語文 那些 但是那些七成 很多是街外人 不是在教語文 於是那個基準士 一直這麼多年 就在抹黑老師了 說個秘密給他知道 我很考慮 普通話還是英文 普通話是合格 英文 是因為那些人讀中文 那些人讀中文的 那些人讀中文的都去博一博 玩而已 去博一博 不就是想看看考甚麼 有些人真的去博一博 譬如我們同事都說 我明年已經不能教地理了 因為地理 轉型 轉型 於是去博一博考 基準士 就肥緊了 但是你讀語文 我們讀英文這些 怎會不合格 就是 二個借火 但是整個過程就令到 家學人就是 很質疑先生的事 家學人質疑先生 甚至小朋友 都問 你考了基準沒有 很多老師 被小朋友抛 被小朋友抛 那些小朋友心裏 有一個尺 有八尺 就說 你未考基準士 其實那些小朋友 就不知頭不知路 家長也都被教育局誤導 於是令到整個教育界的 語文老師吃盡苦頭 還有最不義的是 其實先生的精力 時間 放在學生的成長身上 沒錯 不是放在自己 要去考試 去考試 你幫我小朋友考試 都說 自己的老師要去補習 去看雞精書 那些老師自己考試 自己讀書 就不用教學 這就是制度上令到教師 是一個很畸形的制度 真的很奇怪 所以我反對了很多年 但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他行政指令 教育局的行政指令 於是教師 我們那時候 六千多人示威遊行 反對 三萬六千個簽名反對 都搞不定他 當時都可以這樣強硬 當時不是是犯招嗎 就是犯招 就是犯招 現在變成了什麼 人大人的鬼 現在真的 他那個政策 根本就是衝在教師以來 他是不會覺得教師是應該尊重的 是覺得你們差 你們要考試要達標 他忘了他自己也不是教育出身 就是 臨吉臨亡斯讀過教育碩士 為了要告訴別人 他是有教育的成分 他有沒有入過課室 他不是去學校 跟他準備好教材 準備好學生乖乖坐在那裡 他教了一天 這麼大把 教了一天 他就很開心 真是書尊降貴 很開心 覺得很享受教學 即是誰比較臨幸 我們經常都說 你試試去Bang3學校 教一年 一個小時 一堂 一堂可能同學也跟他合作 給他面子 給他面子 道極有道 你試試教一年半 再教幾個月 你就知道那些老師的辛苦 就是 不單是上課的時候 即是平日 小息 放學 你不跟他聊聊天 是 一定搞不定 你敦理的款 教育局長 又如何 教育局長 就是 你拿了甚麼學 你踢我不走 沒錯 除了基準市 還有這個 偉大的外評 是 教育局的官員 我們說的是 操控的意欲 以及用商界的尺度去辦教育 他覺得 這個學校應該 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得到成績 所以要去評一評他 究竟他有沒有做足功夫 即是各方面的 標準 對 總之的標 有得踢格仔 沒錯 你有幾多 一分五分 增值 老師教學一分 五分 四分 最高四分 最好笑是甚麼 有沒有用資訊科技 是 有沒有IT 有沒有IT 簡單來說是甚麼 有沒有用PowerPoint 不過通常讀過教育的人 就知道 教過書的人就知道 PowerPoint是甚麼 Powerless and Pointless 小孩子永遠見到PowerPoint 就不理會你 其實如果你有Point 你就有Power 你有Point 就不用用PowerPoint 你直接說 但是他 神經病 十三個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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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級五個科室 一級五班 每個範疇都有成幾十個科室 很嚴重 於是 當然那些學校是怕輕一點的 因為很多時候 外平隊造成 即那個報告 可以主宰到你生死 是的 這個就是殺校政策 殺校政策的問題 因為調低那個 Bending少少 調低零點幾 零點幾 很嚴重 因為有三個Bending 可能是2.1 2.2 他是會把那個報告 作為一個傳檔 但我們不知他怎樣用 他傳檔可以暗地理 這間學校A校B校C校 都是A校不太好 B校好些 於是派多些人去B校C校 然後一不夠人 殺校 B校這樣 於是那些學校一定會害怕 於是十三個科室的檔案 於是日日開會 每天晚上開會 禮拜天都要回去開會 準備他們外平隊來評核 是 那個辛苦到 所以明年 教育局很聰明 明年三三四第一年的考試 他明年就把所有外平停了 我們的說法就是不要停 不要停 是要撤銷外平政策 停一年有什麼用 還有老實說 你說定給我下我平 就是做大戲 是 這個意思 大家還沒做出戲 就是你聽說 多事 怎樣 因為他有個玩法 他們就找個官員 裝了東西 跟著那個小孩 他叫做Shadow 就是陪著那個小孩 小吃放學 吃飯 想什麼課都跟著那個小孩 用那個小孩的視覺 就是看學校運作 說就是這樣說 是 但是就大戲 又會陪那小孩聊天 他怎樣大戲化 就是兩個禮拜之前 教育局就會跟學校說 你們將會哪一班的 某個同學 某個同學就不說 就說某一班 某一班 某一班的同學就會 被我們抽中跟他 是 但全班哪一個不知道 然後大戲開始 就是那些先生 會密集式地跟那一班 拼命 是 訓練一下他們 做大戲 他們人家這樣問 要乖一點 要回答正面 不要回答負面的東西 你好我好 你回答得好 學校好 學校好 你們好 中國好香港好 會這樣直下去 有不義 做到不做 起碼他在外屏隊裡 在外屏隊的時候 怎樣都多多少少有造假的情況 是 整個過程就是 我們一邊講教育 就是幫學生成長 是 這些東西其實有潛台 幫學生成長 成長在哪個方向 就是成長去虛偽 偽善 是 所謂的善就是 人家給你一個平衡 是沒有意思的 沒有意思 當我們講什麼是善的時候 應該跟內在收養 內在價值的張獻 但是 整個教育局的外屏 是完全是歪曲了教育的理念 歪曲了人家的價值 沒錯 所以為什麼我們兩個 在講到 聖仔來節這麼生氣 其實 對於教育局 是很不滿 是 下一節回來再講 就是 334 哇大禍 什麼事呢 下一節回來再講 不知道第幾集 不適合說到第幾集 不適合說到第幾集 變了 變了新 明天播一個 什麼播 我分了新 都在這裏 沒有人開門 對不起陳志豪 不要緊我遲了 不好意思 是嗎 遲到 對呀 沒有人知道 其實沒有 只是說 可以轉播 你轉播哪有遲到遲 我打算一直播 直播 我打算說 其實是說 他沒有遲到 我們早了開始 然後 沒有人開門 讓他在外面困住 我想是這樣解釋 然後你說你遲到 你不如說 剪了主持 剩下你一個就算 不算 我們一說就不能停止 一說就 幾頭又開不了門給你 是呀 對不起 今天可能要超市 好 第二節 上一節講了教育局的威瑞士 威瑞士 搞到先生不是先生 千瘡百孔 多威瑞 先生全部不變 K形異像 好 接著講這個偉大的教育局 就是轉這個學制 是 轉了做所謂的334 334 是怎樣的呢 為什麼 3什麼334 不是34嗎 當然不是334 騙人的 為什麼 家長對他騙 學生對他騙 騙到現在 個個都以為334 其實對八成的同學是330 糟糕 330 其實為什麼 33就是三年初中 三年高中 四年大學 但是不要忘記 香港適齡入大學率 18% 其餘的82% 對不起 沒有利粉 沒有利粉 這些18%好像是保持著很多年 十幾二十年都是維持的 那麼低一個大學入學率 為什麼 其實 這個其實是任謀論去看它 根本整個社會就是想製造一個叫做精英 於是這班精英就是將來統領香港社會的高層人士 還剩下的那些 其實有個 有一個 記得利益的作償 那班本身是上位的就是精英 他們想鎮固整個 正面階級 是的 正面階級 現在我們香港社會都說 那個向上流動 是越來越難 越窄 而造成 現在我們說貧富愈述 哇 青年人向上流動 機會是越來越少 而教育制度根本就是鞏固了將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繼續鞏固 其實很不易 說經濟轉型 要知識型經濟 但是又沒有一個知識型的人口結構 香港的大學入學率幾乎以發展地方 發達地的最低 18% 德國是三十 四五都來 就算大陸也超過二十個巴仙 大陸這麼好啊 二十幾個巴仙 感謝黨 香港什麼都少過人 我之前有篇文章寫過 不單止大學入學壓 其實牽涉到很大 例如你的醫學壓是不足夠 你出來你的醫生不足夠 然後他們的人工等等各方面 仍然可以鞏固一個很高的位置 現在香港醫生的比例 大概一萬個香港人裏面 十八個醫生以上 相對於美國 英國 澳洲 新加坡的地方 全部都一萬人裏面 二三十個醫生 香港的比例 相差那麼遠 相差幾成 牽涉到很大 你律師有比人的比例 你醫生的比例又少 對整個社會的結構來說 是牽一花共存身 我們社會製造了一班很專業的高層人士 記得利益 於是在下面那一層的普羅大眾 你可以想像他們的出路 他們的前景 現在賣房子都難 這個社會的原理是誰製造出來的 根本就是領導層製造出來的 而且香港的產業結構 其實只是有利那些讀得成書 還要讀金融業 在課室裏面讀書的人 只讀文科都不行 如果從事是看勞動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技術 煮飯其實很高技術 香港人會覺得是低技術 越來越少人會煮飯 廚師、髮型師 除非那些真的很厲害 其實社會是很需要這類的職業 而香港社會根本就不去重視 不尊重這些職業的人士 所以他們感覺自己的專業地位是低的 這些不讓他們覺得 我做廚師也是很榮幸的 我駕駛的士也很光榮 在美國我駕駛的士 的士司機兩個教育石士 兩個石士學位 酒店的Bellboy 都行辦學位 有Degree的 整個社會的教育程度提升 其實是有利整個社會發展 沒錯 但如果說回美國 很多人都會批評說 美國就是很… 雖然他的大學入學率是非常之高 基本上是… 各個都想讀 對 你想讀總有辦法讀 但也有人說救病 有很多野雞大學出現了 擔不擔心香港都會有這個問題呢 如果呢 我就不擔心 我覺得如果多些年輕人 有機會入大學 去讀一個學位 根本就是在提升他的 無論他的智商 他的… 智信 智信 人心經驗 對社會的歸屬感 以及如何投入社會 貢獻社會 那個是提升的 全人全民提升 那個社會就進步了 甚至啊 都沒有去到他們這麼多 台灣加了幾%大學生 現在18% 跟美國的多少 六成七成 很高 美國真的不知道 沒有去到 肯定沒有去到 還有很多人都說 培訓一個大學生的開支是很貴的 我剛才計算了一條數 就是我有限的記憶 一個大學生的平均政府 津貼一年是30萬左右 如果我增加兩千個大學學額的話 其實已經是增加差不多一成 增加超過一成 因為現在334之後 那個大學入學額是一萬五千個 之前就一萬四千八個 增加到一萬五千個 我就算增加多二千個大學學額 一年的開支總支出多六億而已 大哥 六億而已 六億而已 你三十萬成兩千個就是六億 政府公共開支外面已經跌了 他們有時候建過圖書館 劇院也不僅僅 三減一些政務助理 三減那些毛毛衛衛的人 相對於特區政府現在五六千億的財政儲備 只是我們說我們爭取小班教學 都爭取了十幾年才開始比小一開始 十幾年大家都共同認為一個共識 一班裏面少一些學生 當然是對學習和對教是有利的 有時候你教作文 有時候看著他寫什麼 如果你真的看小人一點 你巡個圈 都看到他錯的時候 你可以幫他 這是一個共識 但也要爭取十幾年 到現在我們說中學都上小班教學 其實所用的錢更少過六億 都是知知不肯去放小班教學 但小班教學其實對他高官的子女 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很少在香港讀書 欺負外國 我本來小班對高官的子女 也有好處 如果從優雅來說 就是他要製造到香港教育的出品 所謂出品 就是學生 他低質素 這樣才可以令到他自己 指他個人一等 我除了用陰謀論解釋 我解釋不到 另外一個是愚民政策 不是Vision文 是愚民政策 就是愚民政策 愚民令你愚蠢 334除了騙人 330 大學學位這麼少 其實是浪費的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334當中 大學的修生 其實那個標準是不同了 以前是怎樣的 以前那個修生 全國計劃 il 最大的修生 就是文中有理 理中有文 中英數通識都一定要拿到合格 又加兩個 而且是用中英數通識來做收生的分數 是標準來的 這四科沒有就不行 甚至這四科是用來秤的 就是這個科越高分越好 很明顯對文科同學可能有些利 數學著來的 對 會有一個E 中英通識都高分 就是語文能力高 中英通識你都高分 但數學就合格 剛好合格 然後A級不用考 不用讀了 但問題現在 大學老師你有沒有留意過 他那些課程跟以前傳統七年中學 有沒有什麼分別 他當然比A級是比較前 但又比中五會考 但這個比中五會考心了 已經對很大部份同學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特別是我讀文科的 我以前不用讀數學 我考A級是什麼考數學 現在迫著文科生意考數學 他可能中史或地理 勁抽的 用火箭 但他肥了數學 真是很糟糕 好像外國也不會這麼嚴苛 外國的數學只是其中一個選修科 即是選修 其實以前的升大學 都可以說一下 以前 如果講會考的成績 就是計算最好的六科 即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讀八科 最好的六科 如果讀八科 計算最好的六科 只要你中英文緊 例如有些人 可能語文不好 中英文緊的合格 但他跟著其他術科 很厲害 三個A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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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以前的制度來說 他叫滿分 很厲害 跟著升到AFO 他中英文可能緊的合格 可能他又讀Physics 讀Camp 讀Pill Math 三個A 跟著可能兩個E 中英文 入大學 叫做爆燈的分數 大家讀三個A級 三個A級 以前就叫做爆燈 但現在就糟糕了 現在就說中英數通識 都是入大學 跟著其他那兩個科 你選擇就可以了 但美其名就是課程差不多 可能拜託也是拜託 即是現在只讀六科 現在三三四 可以讀七科 可以三個X 但你那個 輕視了三個X 中英數通識 加兩個或者三個X 這個是 但最基本的要求 中英數通識 就是對很多學生的關卡 最關鍵 最關鍵 特別是通識 你想想 陶傑也肥 陶才子也肥 糟糕 那我們去不就誘惑 已經誘惑了 通識 通識寫很多字 對於我的理科生 所以我也好些 我讀拜阿 拜阿都是多字的 所謂的文字 就是所謂的文字 人家要好的 大要快的 至少 阿安斯坦 阿安斯坦 大家都可能熟悉 讀寫障礙 如果在香港 就死定了 但他對掃理思考 就很嚴重 我想Woky也帶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大學的門檻 或者渠道 是很窄的一條路 本身是很窄的 現在還要改進龍門 對 改進龍門 那些學生 讀六年中學 最重視的是 不斷操練中英素通識 而本來真的好像生活上需要的 生活知識 例如我們出來工作 老實說真的要懂些什麼 高分低能 我們出來工作不是趨水 其實出來工作可能 至少常識才會 要關斷 真的要懂那件事 例如所謂的 subject knowledge 是要懂的 法律就是法律 你做研究就是 subject knowledge 做醫生就是醫生 你不是趨水 那些是實在的 但我們的同學 從小到大就訓練了什麼 是一些很虛的東西 通識又很虛的 其實他不是說 他的名字就是all round 但其實是沒有知識基礎之下的 語文思辨遊戲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趨水 趨水 因為他不會 那個年輕人不會說 巴士加線 好沒有 加幾班車好沒有 如果真的在通識的角度 是什麼 我們首先要做統計 什麼叫做統計 統計就是XYX 那些什麼型號 會下一塊 什麼型號會下一塊 跟這個科技有關 是 是 全部是不懂的 什麼XYS 不懂統計那些東西 那就糟糕了 沒有一個就是脆 但現在通識科 可以教一些比較低層次的 其實不低層次 其實不低層次 我記得 中國與香港 通識六個單元 還是四個單元 有今天是中國 那個是A級的通識 是 現在三三四 他們不是有分做 有中國 又有全世界 又有環境保育 今天是香港 當代中國 他很低水平 其實他是很皮毛的 你不可以要求 一個十五六歲的年輕人 去廣泛涉到這麼多 深入的討論 他可能 現在通識已經出現 雞精書 真可憐 雞精書 於是學生 又根據這一條 這條應該這麼大 用什麼 其實這個就是當初 又是死讀書 當初其實 說通識一有考試 其實當年已經有些學者會這樣說 一定會淪落到 變成訓練 就是回到原點 回到原點 還有現在三三四 我們又再解釋 就說 轉了這個制度之後 有學生的學習 那個壓力 那個時間多了 但有時候覺得很奇怪 明明以前最多讀十科 大多數人讀七至八科 現在反而讀的科目少了 但為什麼他們說 教師的時間還多了 暑假都要日日回去補課 為什麼會 因為他每一科所要求的課程 是闊了的 特別加了通識的課程 闊了 他要求在這個時間表 需要有多少小時的教學 但你那幾多小時的教學 都未能夠教得完通識裏面的範圍 於是那些老師迫著 便補課 暑假回去讀 學生回去讀 於是那個 在那個時間表上 能夠放進去的課程 都放滿了 於是他唯有 就沒有禮拜的時間補課 即是沒有辦法 你真的教不完的事情 其實很大問題 我以前讀書都覺得時間很長 現在更加長 其實這樣讀法對學生的成長 都不好 一定不好 只顧著讀書 讀書得高分 要得成績 其實對整個學習背後的理念是什麽 是不明白的 因為其實一個人的成長需要很多東西 即是例如他放了學之後 並不代表他是沒有成長 例如他找些時間去玩 打球組 運動 沒錯 運動 他選擇玩些什麽 都是培養那個選擇 一個智趣 還有他如果多些跟人去接觸 就是一個學習 社交 人際關係 其實這些都是學習 但如果只是躲在課室 這裏可能現在 我聽過是不是補貨補六點幾七點 不出奇 絕對不出奇 然後暑假 暑假都說 最多放一個至兩個星期 然後其他日回去補貨 以前暑假是大家計劃去哪裏 計劃去哪裏 計劃去哪裏 都要時間 成長來的 很多人現在不懂做人 老公老婆 英文說 全部都行 但沒有玩樂 就補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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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師的怨氣是十分之大 一定大 不單止是因為三三四 之前我們第一次都說 種種的教育政策制定 由制定 照推行對教師的操控 對教育理念的完全抹殺 根本就是讓教師 不可以做一個真是很開心的教師 即是又是一個工具 對工具不特意 還要是一個不受尊重的工具 這樣也挺灰的 很灰的 這個我最清楚 但是我們都知道 現在三三四之後 無論是學生還是老師的工作量 學習量都大了 大了 但是不是持久 之後一直下去都會這樣 還是可見將來會改善 有否可見 我不知道 預見不到將來的美景 我看不到 我只看到2012年 這個第一屆的新高中考試一考 就會出現很多爆煲的情況 爆煲的意思是 很多肥了數學的精英理科生 或者肥了通識的精英理科生 或者大學在修生的時候 已經是選不到以前可以選到精英的 選了一些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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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他每樣都可以 中英數、通識 全部是C 可以想像到大學裏面的受訓出來的朋友 那些跟年輕人的水平會降 有一個說法就是 有一個說法就是 可能一通識會放水 那些人說 反正是被通識 是不是被通識 不要給那個做局限 這個 他現在正在訓練的評學員 考試局正在訓練的評學員 亦可以給一些樣板的試卷 但到問題最終 我講的爆煲就是 你通識 達不到你原本通識 想達到的目標 你是變成一個三不像的科目 那個還未爆煲 還有另一個爆煲就是 這班同學如果出外去外國讀書 他是想不到歐的很多 那麼奇怪 人家最初推334 就是為了跟美國 其他外國的學生做個接 有個補習先生 現在在巴士賣廣告 我都讀334的 那個呢 在加拿大 是呀 聽不聽話 對 其實 法大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原意會不同 如果加拿大的334 人家是沒有公開試的 不用考那個 新高中文貧試 人家是用校內的成績 去計算入大學 沒有公開試的 所以他們 加拿大的中學生是很開心的 這方面可以探討一下 但是香港人會說 會不會作弊 對 不夠公正 或者有錢的人 找槍手來幫他做一些項目 但是做了這麼多年的高校 高校的運作程序 那個過程都是很嚴謹的 大家都互相信任 知道學校裏面不會作假 不會出鼓 學生家長本身都不會作弊 學生家長都不會作弊 因為他入大學 不費吹灰之內 沒錯 這個才是重要 因為當他沒有一個 升學的極大的壓力 沒有競爭 不是獨木橋的話 他不會出鼓劃 出鼓劃的 課程和動機是低很多 不過最近如果說到大學入學的方面 最近李克強的訪問 其中一個政策就是 開放香港的學生 不一定要考內地的高考 然後可以報到大學 報到內地的大學 然後有些人就說 你推這個政策 是可以某程度 是舒緩到香港的大學入學率低的問題 那何老師你怎樣看呢 即是中國掛鉤 即是你在香港讀到大學 你去香港讀不到回大陸讀 我可以問回家長 或者問同學 你想不想回大陸讀 如果他們是想的 這些都是一條路 多一個選擇 都是一條路來的 我喜歡你這句 都是一條路來的 但那個路是沒有形容詞 當然是打字架 即是打字架 即是打字架 是死路 即是最主要是看回社會 將來對內地大學的認受性 因為到這一刻都很低 很多人讀遠 除非你不帶清華 除非你很明復旦 交通 你說什麼河北師範 你去吃 大哥 省內那些 讀完回來 貴州師範 沒有人理你 即是 我們今天很感謝韓老師 為我們分享過 大家只是聊天而已 不過也恭喜你 即是退休 沒有眼看 即是 即是 即是沒有眼看 即是沒有眼看 也不是沒有眼看 即是一直觀察著 一邊希望大家大婆難過 即是希望你退而不休 給多些啟發 給教育局 給多些建議 多些建議 我每個星期在報紙看這些文字都有 是的 韓廉山 韓廉山老師 今天謝謝你 好 我們下星期再見 希望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希望 希望齊人 還沒停了 拜拜 拜拜 拜拜